下面来介绍6.2.4替换元素 想要替换元素就可以使用等号 然后再通过下标索引就可以实现元素的替换 你比如说我们要想将第二个元素进行替换 第二元素进行替换 你就这样 我们在这通过它的下标 因为第二元素下标索引的是中国号1 对吧 就是通过这个 然后将80给它 80给它的就是把这个原来为10这个元素 替换成为80了 所以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就是说我们要想访问这个里面的元素 就是通过它的下标 其实就是它的下标索引 就是通过它的索引访问它的元素 就是读它的元素 也可以给这个元素给它复值 赋予一个新的值 就是通过这个下标 自己来访问和给这个里面的元素进行复值 这个复值过程实际就是替换的过程 你看这个例子 原有的这样一个给它替换的 然后呢 我们使用这种下标索引 就是索引 就是一 一换一下 那个再看list 对吧 好 我们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